貼出握著小手的照片 宋仲基開心地宣布 兒子出生的好消息 文中寫到在妻子的故鄉義大利 終於見到了孩子 自己生平最大的夢想 就是組建幸福的家庭 兒子的誕生就像是最珍貴的禮物 也感謝粉絲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並表示會以好的作品 繼續跟大家見面 宋仲基和凱蒂結婚後 就飛往歐洲拍攝新片 老婆也相伴一同前往 近日還因電影禍亂 在出道15年後 第一次參加坎城影展 原本預告會和老婆凱蒂 一起走紅毯 但因為擔心電影中的暴力場面 會對孕婦帶來負面影響 最後錦和其他演員已同出席 雖然妻子不在身邊 但宋仲基接受採訪時 卻舉舉不離老婆 言語間洋溢著滿滿幸福 如今終於升格父親 也讓不少分私相當感動 輪廣中有